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报 这个你要注意啊 这个电子报几乎没有正面报道过任何币国 昨天登了一篇 这个新联储主席威廉姆齐先生的一番报道 它这个引起了币圈的巨大的一个轰动啊 这篇报道出来是受到共产党很大的主力的 它说出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的稳定币 就叫HDO 世界上最受关注的排在前两名的就是HDO 是吧 大家看到了这不是我说的吧 这可不是我说的 而且HCN 这个最近共产党早到处去游说去 你知道这很夸张啊 长导哥 就是昨天你们离开以后 就我进去开会的时候晚了 我说就是人家约好的嘛 就给我说出去游说 美欧日等澳大利亚西方国家 说这个洗币啊 是犯罪 是诈骗 然后呢 经过了解以后 说你看看 现在这个数字货币的世界 已经诞生了各种 已经导致的STOP STOP就是运动 就给你得到币 已经破产了 LUNA 太币 是吧 马上就是币安 百分之百 一文不值 但是只有洗币 它承载着一个价值 是整个灭掉共产党的14亿中国人的希望 只有洗币承载着一个中国人的价值 还有一个 它是真真真正的有稳定币 叫HDO 更重要的事情 它有 从来没有一个币 在上线前 有人拿钱的 只有一个洗币 是由机构投资者 和私人投资者 才上线的 先拿钱 后上线 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 更重要 到现在为止 上线来最稳定的币 就是洗币 所以共产党 现在内部就说了 如果共产党说 如果这个洗币 要继续下去 是它这么稳定 一定会大量的钱进去